阿Jerd、劉應廷的物語三部曲 藏心三部曲 藥心三部曲 迎來最後一塊拼圖 助看雲起時 信息量實在太大了 原來藥心系列 才是物語系列的前傳 是鋪排著阿Jerd 接通水形物語 想宇宙漂浮之後重生 今次言語治療這段片 儘量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 理解助看雲起時的歌詞 以及整個靈魂轉身的故事 影片應該很長 沖定杯茶細心品嘗吧 未去影片之前 記得訂閱吧 言語治療上一段片說過 離別的規矩 和智慧的程序 歌詞的一些重要符號 第一,山水 說的是最善是自然規律 善是離別的客觀事實 水就是離別的主觀感受 山水會不會變呢 是一大謎題 離別的規矩就說 永未變遷是人後的山水 但是智慧的程序就說 見山水不似山水枯乾尿 山水也令人聯想到 日本的枯山水庭園藝術 用石代表山 沙代表水 庫山水也與佛教的冥想修行有關 第二,窗邊的花 由離別的規矩盛放到智慧的程序 就好像從來都沒有變過 第三,就是圓形和方形 規矩這兩個字 本身與圓形、方形有關 歌詞中 現實的故居是方形 男主角內心不斷繞圈 就是圓形 甚至枯山水 都是由四方的庭園 和圓形的花紋組成 重溫完這些符號 是時候開始坐看雲起時 全首歌都是用第二人稱 一個全之的角度 唱給你這個男主角聽 太陽在東邊升起 西邊降落 是北邊的自然規律 一天裡 有一半是光明 有一半是黑暗 但是過了幾多的日出日落 男主角還是二十四小時都困於陰影裡 只懂得站在鳥居下面躺裡 世界很大 天園地方包圍著男主角 但是她眼前 就只有龍安子 枯山水這個小世界 本來她約好了 跟女主角一起來 但是離別之後 最終得她自己獨有 自己一個面對 對女主角的遺憾和愧疚 所以外面真實世界 時間的推移 空間的存在 對男主角來說已經不重要 水上可以有漣漪 心裡面都可以泛起漣漪 漣漪會形成 自然都會消失 就好像相聚之後 總有一天會離別 又是不變的自然規律 但是男主角這一刻還未明白 她山長水縣 這麼難得先找到枯山水 但是只是掛著 陷碎石細沙中枯毅 看不到地上的碎石細沙 一早已經畫好了一圈圈的漣漪 沒有去釋取近在眼前的這份救贖 釋取就令我想起金柳依這首詩 生命和時間都是稍中即勢 我們應該好好珍惜 和運用每一個當下 可惜男主角沒有去釋取少年時 選擇了執行智慧的程序 微語之間的白光 就令我想起人體七大脈輪之一 微心輪 又叫做第三眼 之前分析過MIRROR Innerspace的歌詞 也提到第三眼 它是靈魂所在的地方 也與憑死的經驗有關 再加上下一句歌詞 才記起這身赤區 源以勢去 原來男主角已經自殺 在憑死、彌流的狀態 肉身已經無作用 剩下靈魂的意識 之後副歌第一句就是 何解 我一直都覺得廣東話的何解 為何是很有趣的 我們經常問為何 通常都是在問原因 為何會這樣 但問完又如何呢 其實你最想知道的為何 是否真是一件事如何解釋呢 還是其實你想知道 為何解決問題 如何解憂、解困、解開心結呢 解字由割、刀、牛組成 不如我們又聽聽一下 為何解牛 你會認識一下 是否判一言 是否要在封面 也會有些人 和脫下靈魂的 也會有些人 在海外 你也有很多個 但我會被判斷的 在海外 我愛你 你會吃到海外 你會聽到海外 有些人會想知道 是在海外 或是海外 那些人會想知道 用心神去看這個世界 看到的東西或許都會很不同 執著去解釋前因 未必是對生命最好的解答 好了,解完牛了 我們繼續解釋黑牛柳的作品 男主角在面對 與女主角離別的這個前因 選擇的解法是解脫生命 但他沒有想清楚 這個決定會帶來甚麼後果 原來人死了 還要繼續問何解 打算自殺就等於解決了所有事嗎 如果沒有處理到心寨和遺恨 就算肉身死了 靈魂依然會懷抱了怨恨 困擬害中心 小黑分享過一本書 叫做《靈魂的出生前計劃》 簡單來說 每個靈魂都會不斷轉世 在每次出生之前 計劃定這一世有甚麼目標 想學會甚麼課題 然後會安排這一世經歷甚麼苦難 磨練 甚至還會跟其他靈魂談判 看看大家這一世應該怎樣相遇 扮演甚麼角色 令大家都有機會學會自己的課題 不過人世間的程序又哪有這麼完美 肉身有它的限制 靈魂也有自由意志去選擇 如果今世學不會這個課題 下一世就算轉生做另一個角色 也要重讀同一個課題 聽起來好像很圓、很深奧般 不如聽回貼地的版本吧 生命就是一個我覺得吃自助餐的過程 很多東西吃、很多東西選擇 對嗎 自殺的人就是這樣 吃了兩口,買單吧 我剛才吃了兩口是吃了糞便 要幫一些想自殺的人 你就是要告訴他們 生命是有Take Two 還有Take Three、Take Four 無限的 你想逃避食屎 你走去自殺 你就會輪迴回來 在三水浦的公寺出生 頭三年都沒有人理會 你自己找東西吃吧 那男主角今世本來要學會的課題是甚麼 在這段歌詞可以看到 兩心崩壞 像是說兩人精神上再無連繫 郭賓天涯 就是說兩人實際上沒有在一起 是不同形式的離別 但是就算最後走到離別 顧居的花仍然有女主角的祝福 花固然沒有百日孔 終會有嬌姐的一日 但是當中的愛可以超越時間和生命的限制 所以窗邊你最愛的花 盛放依然 一棵花永活變 男主角如果有嘗試去了解孤居的那棵花 就未必會走到自殺這一步 但是男主角學不會離別的規矩 選擇用自慰的程序代替成長的程序 這一世學不會的課題 就要輪迴到下一世再下一世 慢慢經歷和學習 什麼是靈欲的疆界呢 每一世每輪回一次 同一個靈魂都會降落在不同的身體 剛剛說過 肉身有它的限制 如果可以跨越靈欲的疆界 靈魂和肉身不再各自為正 而是融為一體 那就更加容易投入到修煉和學習的過程 如果這一刻你覺得靈魂轉世 前世今生的東西很深奧 還未明白的話 至少你也可以嘗試感恩 沒著是偉大 生命總有它的意義和價值 人雖然在宇宙裡很渺小 但是宇宙每個創造本身就是偉大 而宇宙正正是由每度微小拼發出偉大 可惜這一世的男主角 只是看到自己的渺小 就判了自己失敗 終結一生 在不少宗教中 自殺和殺人一樣都是犯罪 不過小黑在座漢雲起時的文案 就沒有去決定自殺一定是罪 只不過自殺就和人生所有其他選擇都一樣 重的因會引發之後的果 所以要負責的始終要負責 要面對的始終都要面對 歌者就好像已經預知這一切 很肯定地和離流的男主角說 那個肯原諒你 愛你 擁抱你的人 會在你轉生的時候再次出現 陪你繼續修煉 繼續經歷人生 不過自殺如果沒有罪 歌詞又為何提到要原諒呢 這又和一本叫《寧極限》的書有關 這本書就說到 夏威夷的一位治療師 用四句說話就醫好 原本重度依賴藥物的精神病患 這四句神奇的說話就是 我愛你 對不起 請原諒我 謝謝你 這四句說話 貫穿了整個靈魂轉身的故事 好像沙子氣 孩兒跟媽媽夢魂中 不斷說原諒我 雪星對不起 讓愛永久 去到人類群星閃耀時 這一生的主題就是 我愛你 謝謝你 謝謝我愛你 這四句說話就好像萬年咒語 衝破宇宙的結界 化解生生世世的恩怨 回到康雲起時 這一刻男主角的靈魂 繼續徘徊在京都的藍山 看到翠綠的樹林 但風景再美都過濾不到靈魂的傷痛 混雜著沙石的水 過濾之後可以變回清澈 又有沙和水的異象 康虎的說話 有機會是男主角生前身邊的人 想關心他的一些說話 也有可能是男主角狀禮上 超渡他靈魂的一些說話 無論是哪一種可能性 男主角這一刻都全部聽不到 而他看著藍山的景色 突然經覺實上全是虛 實上虛上是佛教的術語 簡單來說 短暫會消逝的東西就是虛想 不生不滅永恆的東西就是實上 即是男主角一直執著 以為永遠都不會變的東西 山水、關係、生命 就連時間、空間 都是會崩壞的虛想 這個時候男主角回頭望杜月橋 日本有個傳說 情侶如果在杜月橋上回頭 就會分手 而對男主角來說 杜月橋除了代表跟女主角分開 更加是他跟這個世界道別 所以他的靈魂 才會化作細塵 散落貴村這條河裡 接通水形物語 開始了轉生的旅程 歌者用一個全知角度 看著這一切發生 他跟男主角說 山還是山 水還是水 是來自佛教的一句說話 見山是山 見山不是山 見山還是山 比喻我們思考的三個階段 首先,見山是山 即是我們只看到表面 就以為自己知道答案 一未相信 眼看到的東西就是最真實 但事實或是跟想像的很大落差 之後見山不是山 開始懷疑 這座山是否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 然後就發覺看到的東西 不一定是真實的 所以亦會困惑和迷惘 但亦是一個契機 讓我們開始嘗試破解事物的表象 最後見山還是山 我們開始用心體會世界、經歷人生 不斷思考和反省 就發覺山還是山 水還是水 只是我們已經發掘到 山水背後的另一種內涵和意義 就好像離別的規矩說 山也似山,水形似水 男主角只是看到眼前的景物 沒有他細心思考山水隱藏的啟示 去到自慰的程序 經過一番追尋 就見到山水不似山水枯乾鳥 最後座漢起時 全知角度的歌姐 就跟男主角的靈魂說 山還是山,水還是水 他知道男主角終有一天會豁然開朗 明白到一切發生的事 都有他們的意義和作用 男主角已經自殺,離開了人世 因為女主角又發生了甚麼事 歌詞中,女主角應該是尚在人世 雖然她很掛念世去的男主角 但她仍然很努力地走向 嘗試愉快地在人世生活下去 時空未必是線性 所以掛念都無結界 女主角這一世的掛念 可以傳到下一世的男主角 而女主角的角色 都會在男主角下一世再次登場 甚至是下一世再下一世 只要他們的因果未完全化解 就算轉多少次世 依然都有所謙伴 伴致就是用一條繩綁著的意思 人和人的基伴就像一條繩 有所糾纏就會打結 紫潔未鬆 固然是有痛苦和不舒服的地方 但也是下一世再相遇的原因 如磁帶總飾演因果的枢柳 磁帶就是人誕生的第一條繩 沙智器的母子 以前曾經是情侶、夫妻 可能下一世 凌風一吹順 又會轉過另一種關係再次相遇 凌風在風靈蜜雨出現過 就像是一個掌管靈魂轉身的角色 而繩住壞胸就是佛教術語 指世界由形成、持續、破壞、毀滅的四個階段 毀滅之後 又會轉化成下一個世界的誕生 不斷循環 在人間留下無盡的心寨 歌者就想跟男主角說 如果你身處在不生不滅無極的狀態 就會發現山水、心寨、花開花落 全部都是虛相 從來都不存在 什麼是無極呢 道家裡宇宙形成之前的混沌狀態 叫做太極 而太極就是由無極所生 所以無極就是比宇宙起源更原始的狀態 無極裡從來都沒有山 類似本來無一物 河處惹塵埃的想法 如果那件事根本就無存在 都不用去執著 不用覺得傷心、懷恨和憤怒 狂昔這一刻 被圍落在寬廣銀河的男主角 還是很傷心 無論在地上的河 還是天上的銀河 男主角都覺得自己已經走到流水窮盡處 還是無法輸解前因和遺痕 於是歌者又跟男主角說 為什麼要說流水窮盡呢 無極裡 沒有山也沒有水 如果水是離別的主觀感受 這些傷心的感受 都是由男主角的詩益創造出來 她的腦海就是虛幻的水的源頭 然後這些水侵蝕提岸邊界 化作碎石細沙 又循環回到男主角的腦海 無限輪迴 歌詞到這裡 就連聽歌的我都覺得很灰 始終男主角和我們都只是凡人 就是會執著 會放不下 如果這一刻 你的心只容納到悲傷和遺痕 那就有得她就這樣發生了 因為死結未鬆 人和人才有基本 這一刻的沙石回流 可能就是為了約定女主角 在遺痕前逝時 用淪漿雙手 鼓起沙樓 紅塗綠樓 春天過後就會凋謝 不過冬雪過後 又會有新的紅塗綠樓 這一刻的孤獨 就是為了鋪排下一次重逢 最後歌詞就為行到水窮處的男主角 升起一片雲霧帶 最后一句 先出现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我字 这个我应该就是男主角的高我 充满神性 可以完全和神连结的自己 另一个自己就叫小我 会受成长经历和环境制约 会记住创伤和恐惧 看到的东西也相对狭隘 高我就像那个定下出生前计划的我 有次已经经历完这一生 来自未来的我 但是高我没有插手小我的选择 只能够在小我的身边默默等候 直到小我主动请高我帮忙 高我才会提供指引 《若心三部曲》 就是男主角的高我 唱给小我听的心声 终于说到点题的作品 《黄维的中南别业》 黄维最出名的就是写山水田园诗 融合佛教思想充满善意 而中南别业就是说在中南山隐居的生活 人到中年对佛学道理都挺有兴趣 去到晚年就在中南山的边随隐居 兴起就一个人游山换水 遇到一些开心事自己懂得落在其中 走到去水的尽头就坐下看下云露升起 偶然在树林遇到乡亲父老 就又说又笑 不记得回家了 黄维的一生大起大落 在中南山隐居 都是因为试图不如意 多次被人贬观 独来独往 因为他都经历过离别的规矩 妻子难产而死 连儿子都保不住 丧妻之后独居了三十年 但是他懂得坦然面对 靠山水疗愈自己 当一个人走了很久 从山长水远走到山穷水尽 很自然觉得绝望 但是细心点想想 水怎么蒸发变成白云 云又变成雨怎么降落 其实水没有离开过 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走到水穷处 不如坐下休息一会 就会等到云起时 见到另一番风景